我们过口秀 妙语收听下 各位观众 我是从小到大 就算是到现在 都没掌握过财政大权的王浩 小时候压岁钱被我妈收走 结婚后工资卡 被媳妇无情地收走 我太难了 心疼浩哥两秒钟 大伙好啊 我是从小就很独立 压岁钱家长都不密下的心愿 但是密这个词 无济南方的小伙伴不太懂 东北话就是藏着掖着的意思 对 这不得不说 心愿的爸妈真是好样的 孩子的压岁钱 大人怎么能老惦记呢 大家好 我是18岁之前的 充分实现压岁钱自由的义凡 说到孩子的压岁钱 是不是各位家长 最近都惦记着呢 近日呢 广东广州一位爸爸 为了顺造孩子的压岁钱 可是绞尽脑汁啊 我放两张 然后你放两张 你给我三张 恭喜我把茶 谢谢妈妈 我三张 这次张又是你的了 爸爸我真的太爱你了 我给你放两张 然后你放两张 你拿三张给我 看看啊 从真心喜悦 到莫名的忧伤 这个可爱的受害者 真是让人心疼 这爸爸的神操作呢 别说小朋友啊 我都分析了半天才明白 看起来呢 是爸爸得三张 宝贝得四张 但实际上这四张啊 只有两张是爸爸给的 里外里呢 亏一张 这一打 爸爸是一张一张的骗 也这好耐力啊 孩子呀 叔叔告诉你 你现在需要的 不是算这个压岁钱 而是赶紧把反诈APP安排上 不知道这段视频 是不是有各位小时候的影子呢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咱就来说说 关于压岁钱的故事 你的压岁钱都去哪了 互动方式呢 就在屏幕下方 我在手机这一顿 等你来